妈妈牵着女儿一步步练习走路复健 虽然陈小姐的步履还不太稳 因为伤到左脑 导致右边的肢体不太灵活 不过能在短短四个月重新站起来 已经很不简单 妈妈说 女儿已经可以用筷子汤匙进食 脑部因为有伤势 部分的记忆还没有恢复 还好女儿意志坚强 昏迷了两个月之后醒来 她努力复健 希望能早日回归正常生活 这一起不幸的车祸 发生在六月二号傍晚 陈小姐下班骑着机车 被闯红灯的逃逸移工开车撞上 造成她颜面骨骨折 肝脏失裂伤 昏迷指数6 妈妈说 她原本23号即将和男朋友登记结婚 但这场意外 让婚事只能够延期 而住院的这段时间 准女婿能经常到医院来探视 妈妈感叹 车祸到现在已经花了上百万 但对肇事的移工却求偿困难 希望政府能够出面帮忙 民事新闻里昆喜梁志祥 台中报导 更多精彩新闻请下载APP 订阅民事新闻网